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腐败 也不是民生 而是全民愚昧 全民愚昧 全民呆傻 全民无知 全民懦夫 全民内卷 当然啊 冤有头债有主 是吧 这个什么原因 大家都知道 制度的问题 这个上约中口 这是回民居住地方 这个上约中口 这是回民居住地方 西红门 西红门 雪云居住地方 那边高丽营 这就是回民周围礼拜四 里拜四 牛爷一礼拜四 欢市一礼拜四 钱门一礼拜四 三里河一礼拜四 门一礼拜四 安静门一礼拜四 东西门一礼拜四 你回民居住 你回民居住 看民居住 谁说我不是当的 习不服啊 我也就说 就是我念的是 咱们四九成的里拜四 嗯 我天门下支这里 你还南一顺啊 你不是北来一顺论得好 不是有南来一顺 有东来一顺 有西来一顺 有右一顺 这是几个大饭馆 是吧 因为我接触的人啊 我接触钱家 牛家钱家 杜家 马家 白家 金家 都住牛家 高部岗主要是姓白的 这个 所有那个上一街东口 童庙这 咱姓张的 姓红的 这都是少数民族 回族十三大姓 就是主要原来是西北 一问你姓什么 就是你西北来的 还是南方来的 有点牙疼 咱们在京东 京东大厂 还是回族 大厂 我老不是我老 跟他们沟通啊 像学习啊 你上个四里 念五遍经文一天 那我这八份 他现在就过了 然后了吧 这个 把呆这个月 看一幕 他吃了澡 喝水茶 上店 上店回来 还不吃着呢 还开斋呢 那您周围邻居 是回族是不是 啊 还是说住在牛街 所以知识 一些私俗 我周围邻居 没有回族 我 我就是回族 刚才你有说 可能有人改 回族是怎么办的 他 都要这个民族 姓什么民族都行 您是回族 然后您是回族 因为什么呢 回族呢 在咱们本身来说 可能在外地行 咱本身来说 忠实要反卫 不用回族 这老头本来是回族 但是他说49年 共产党进了北京之后 什么飞行员 飞机驾驶员 什么军舰的舰长 开火车的火车司机 还有搞财务的 哎呦 这我没听说啊 搞财务的 也不用回族 所以他把他的回族 他为了找工作 为了生存 改成了汉族 我也听说有的人啊 这个家里边的血统呢 一半父母啊 爹妈一半是蒙古族 一半是汉族 本来身份证 写的蒙古族 是吧 考大学什么的哈 给点优惠啊 这个分啊 给点优惠 后来在政府机关工作 发现不行 蒙古族不用 或者说限制使用 就改成汉族了 把身份证的民族 那一篮改了 还有在新疆 有的人啊 也有为汉通婚的 为汉通婚 原来写成维吾尔族 高考加分什么的 后来发现很多岗位 人家不用你 后来就改成汉族 这种情况也有 中国的公共环境 因为意识形态 早就恶化了 2018年 我和朋友 在北京一家馆子 吃饭聊天 我劝他 我劝他 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 分析了英 美 澳 等国的大学 并且说 985 都不值得考之类的话 旁边一个小伙子 不认识的啊 站起来对我说 我忍你很久了 你怎么能不爱国呢 你是985的吗 我说关你屁事啊 就骂起来了 2018年骂起来了 眼看他就要冲过来 被他妈妈拦住了 要打他 你是汉奸 我这边已经抓了9瓶子 在手上也要干 要打架 在饭馆不认识 听你说话 他看你不顺眼 就来骂你 我朋友也拦我 然后这位就骂骂咧咧下楼了 我对朋友说 你看 这就是我劝你的原因 这么多的极端的爱国的人 极端民族主义 小粉红 这国家不能呆了 都是脑残 是吧 这是贾贾说的 贾贾现在人在日本 好像他是个著名的媒体人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我在安定门外 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永安堂药店 南边那个叫九头鹰啊 九头鸟啊 九头凤啊 反正是湖北的饿菜餐厅 连锁的 我在那吃饭的时候 也是批评中国 我对中国也是看不顺眼 进行了批评 抨击 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 过来要揍我 好像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哎呀 这话一说都得十多年前了 那会我还住在安定门呢 是吧 哎呦 对 应该是2006年之前的事了 2006年我就搬走了 就是那个年代的事 所以现在中国哈 都把洗来洗去 把人都洗成脑残了 都是然后非常的狂热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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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